OK 今天是新型天 很難得昨天有post 然後今天又連連續又有post 有關於英語學習的分享 那畢竟是週末 那我們就來點輕鬆的 那在那之前先分享一下 目前我們的季節是夏天 然後剛好今天又非常熱 所以在熱的期間又為了要避免中暑呢 我們要多喝水 所以就來介紹兩個單字 第一個就是中暑 叫heat stroke heat stroke 然後呢 喝水保持 保持 補充水分 叫stay hydrated 那如果你熟悉hydrated這個字的話呢 它的字根其實就是hydration 或者是hydra 就是跟水有關係 有關係的 so heat stroke就是中暑 stay hydrated means please drink plenty of water OK 那我們來開始吧 今天分享六張簡單有趣的圖片 來熟悉英文 不知道你們看得到 我來放大好了 OK 如果你不熟悉這個 這個單元 基本上呢 我會在網路上找一些 有趣的圖片 有趣的圖片 然後跟你們 藉由分享這些文字 或者圖片的內容呢 我們來用很輕鬆的方式來學習英文 畢竟如果你只是為了要考多義 或者是考全民音檢等等 或考雅思 直接去研讀或者去學習那些教材呢 難免會有些乏味 那如果你只想要輕鬆認識一下英文 那這個單元可能比較適合你 那 Let's begin OK so this is a post on Twitter 就是推特的一個分享 那上面是這樣寫 一個James的人分享 他寫說 to whoever stole my thesaurus you made my day bad I hope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you're a bad person OK 這邊呢 這個幽默 是 是這樣子的 首先你應該會發現 它的bad出現三次 一次 兩次 然後三次 那這個其實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熟悉 thesaurus這個單字 thesaurus這個單字呢 它就是同意字字典 什麼是同意字典 我們都知道dictionary是字典嘛對不對 如果你打一個東西進去 比如說這個 你打什麼是sun 它就會寫說 就是太陽這樣子 那這邊都沒有寫中文的太陽 OK Anyway a dictionary tells you what the definition of that word is whereas a thesaurus in this case 就是從這個網頁介紹的 它就是同意字 所以比如說 你打bad 在thesaurus裡面 thesaurus呢 同意字字典呢 它就會給你很多跟bad同意字的單字 所以比如說 bad 我們都知道是不好 同等於它的意思呢 有可以講說 atrocious awful cheap crumby 等等 那如果你未來要寫作文 或者是想要擴展你的單字量 不只要熟悉單字的意思呢 也就是使用dictionary之外呢 a thesaurus would also be very helpful to you OK 同意字字典也很有幫助 那 回到那個笑話 這邊 那我來解釋一下它的幽默吧 它寫說 whoever就是無論任何人 所以 不管誰 無論誰偷走我的同意字 你讓我 這一天 讓我今天很糟 然後我也很希望 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是不好的人 就是 一天不好 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這個小偷身上 然後呢 你是個不好的人 所以它其實是幽默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同意字不見了 導致說 它無法用替代的單字去取代bad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 我相信在任何語言上 我們不會一直用重複的形容詞 這個不好吃不好看怎樣不好 我們可能會多些敘述 所以這個幽默就是 因為它的同意字字典不見了 導致它無法用更進階的單字 在傳達它的不滿 雖然這是個幽默 為什麼會跟英文有關係呢 其實就跟我們 我之前在幫學生改作文的時候 發現學生都會有些單字 他們固定會使用 比如說 interesting wonderful delicious bad 這些單字 這些單字不是不好 只是它是屬於初階的單字 如果你要提示你的英文 你就要知道 哪些單字可以取代 bad delicious 等等 那這邊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把它打出來 當作是你們的功課吧 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以查一下 哪些字 可以取代 這些單字 wonderful bad delicious wonderful interesting 這些是我比較常聽到的 學生常用的單字 所以要是你有時間 我建議你可以去 phesaurus這個網站 那這是obviously is free 是免費的 你就把這些單字打上去 然後去至少背一個 甚至到兩個 跟這些字同意的取代單字 比如說 除了講wonderful之外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其實非常多 admirable amazing astonishing awesome brilliant cool enjoyable excellent fab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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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on 那你會發現為什麼有些字會比較深 是因為這些深的單字呢 這些比較深螢光的顏色 它是比較接近的 比較淺的螢光呢是更進階 未必等於同一字的 所以雖然說同一字的字典很有幫助 可是它並不是每個單字都可以直接取代 所以你不能直接copy喔 你可能要了解說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那一個很有幫助的字典種類給你們參考 那我們繼續 OK 這個圖片 一個漫畫 第一個格子寫說 Oh God 第二個圖寫說 When will it end 就這樣子 OK 這邊上面寫什麼呢 好 Again 這是一個幽默 他說 喔天啊 什麼時候會結束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吃東西 那你注意看的話呢 他支持一個號碼 數字 就是巴這樣子 那他冒著汗 然後一堆一直吃不完 為什麼吃不完呢 因為這個比賽是所謂的 Pie Eating Contest 吃 Pie 的比賽 那這個是當然 我們都知道這是數學符號 的3.1415號等等 它是無止境的小數點 那因此呢 它是有吃不完的Pie 那 那 或許你不覺得很好笑 不過 這個在英文 這個是所謂的Pun Pun呢 就是 雙關語的笑話 就是一個字唸起來 它可能有不同意思 OK 我寫一下 Pun 我覺得在中文 我們比較少接觸這種雙關語的笑話 不過近期 冷笑話呢 有些都是用同一字 那我一時想不到笑話 因為畢竟我不會去記笑話 那 如果針對這個漫畫呢 它其實就是用Pie 因為什麼呢 Pie 除了那個符號呢 它唸起來就很像這個字 Pie 那我們都知道Pie就是 蘋果派的派 OK 它就是跟這個曲這個諧音 然後呢 所以 有無止盡的派 導致它吃不完 OK It's OK if you don't find it funny It's just a cartoon 如果不好笑話沒關係 就認識英文 OK Next one OK 這是一個叫James寫的tweet 它寫說 My wife gave birth four times And still fits in her prom dress from high school I gave birth zero times And I don't fit in my pants from March OK 這邊有幾個關鍵字 Give birth或者是 gave birth 就是懷孕 生小孩的意思 它寫說James的太太呢 他生小孩生了四次 然後呢 仍然能夠穿得下 他的高中的 就是舞會的洋裝 OK 那James呢 就是懷孕幾次 或生小孩幾次 零次 然後呢 他根本 從三月 應該說 他三月 他自三月之後呢 他的褲子就穿不下了 那當然你要知道他 他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也就是 他四月 寫這個 心得 然後呢 三月份買的褲子 或三月份試穿的褲子 他在一個月內 就無法 穿得下他的褲子 也就是 比起他的太太呢 他的體重的掌握 可能沒有很理想 OK 這就是一個 比較的幽默吧 OK 那這邊有幾個關鍵字 可以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生小孩 give birth 再來就是 fit 就是 適合 適當 穿得下 這個衣服合適嗎 does it fit you 比如說這個 這個T-shirt適合你嗎 does this T-shirt fit you 這樣子 然後呢 prom dress prom呢就是舞會 那舞會的洋裝 就是prom dress 那這個舞會 我不知道台灣 台灣高中啊 會不會有這個活動 不過在西方國家 算是很普遍 那 OK pants 如果你不熟悉 pants就是褲子 唱褲 OK next one 很簡單的圖片 兩個人搭配 就是穿一些 道具的衣服 那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 這個蔬果 OK 他就是一個叫 avocado 就是酪梨 avocado就是酪梨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酪梨 給你們看一下 這樣你們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他們到底像不像 avocado avocado就是酪梨 有些壽司 或者是三明治 或者是沙拉會放這個 蔬果 長這樣子 注意看喔 把它記一下喔 它長這樣子 實際的蔬果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些人呢 因為他們可能 體重比較 沒有控制 所以穿起來就還蠻像 蠻像avocado 那這個人就會說 I like their creativity creativity呢 就是創意 C-R-E-A-T-I-B-I-T-Y OK 就這個意思 很簡單的一個圖 很簡單的一個圖 我本人是建議說 健康體重是很重要的 Next one OK Again another comic 它這邊寫說 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蝦子吧 蝦子嗎 對蝦子 它寫說 Look boss I'm in some pretty hot water right now 它講電話 OK 然後 之後就這樣子 那這邊呢 也是一樣 是用 諧音 或者是雙關語的幽默 它寫說 它說 老闆 我目前呢 處於一個 Hot water 欸對不起 它寫說 目前我處在一個 Hot water right now Hot water字面上 就是熱水 OK 可是它也有 另外意思 什麼意思呢 就是 算是水生火熱 或者是處於很棘手 麻煩的情況下 比如說 Be in hot water OK 所以簡單的就是 to be in or get in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就這樣子 OK 就是處於一個很 很棘手的情況 也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喔 這個幽默是什麼 對不起 一直跑掉 這個蝦子說 老闆我現在 處於一個很棘手的情況下 水生火熱的情況下 那其實就是 它正在被煮 欸對不起 怎麼一直跑掉 就是它 它現在目前被 當作食材在煮 就這樣子 OK 西方幽默 很多說就是 取 諧音 If you think it's funny then that's good If you don't think it's funny that's fine OK Next one And the last one 這個 也是推特 推特還蠻多幽默的來源 那可以參考 OK 這個人寫說 biology teacher made us collect large earthworms we thought we were dissecting but he was absent the next day fishing hashtag my teacher is weird 那 OK先講一下推特的概念 或者是網路社交媒體的使用 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 推特 或者是facebook 好像也有這個功能 就是 當你輸入一個頸 的符號之後呢 你銜接著 不能有空格的一段話 就是你的重點 那這個重點呢 就是我的老師很怪 那 通常你會銜接這個主題之後呢 你都會舉例這樣子 好 他舉例什麼呢 他寫說 生物老師 made us 是一個很重要的單詞 made呢 在這邊如果你還記得 國中英文的話呢 這邊是要求我們 或是要我們 生物老師要我們收集 大的 earthworms 就是蚯蚓 我們以為我們要 我們要上解剖課 要解剖 但是 這個老師呢 隔天 就缺席了 釣魚 所以這是一個 可能這個學生 他分享 他上課的經驗 生物老師 跟同學說 同學 你們 功課就是要收集 蚯蚓 然後就這樣子 老師也沒講說為什麼 所以學生呢 隔天 就收集 當天可能就收集 然後呢 以為隔天 要進行解剖課 沒想到 那個老師呢 隔天 就缺席了 因為他去釣魚 那這邊有幾個 重要的單字來 記錄一下 biology earthworms and dissecting 還有absent OK 滿多單字了 biology 然後是 earthworms dissecting dissecting 欸我拼錯嗎 對不起 然後還有absent OK biology就是生物 那沒關係 我們先 集中 等一下再討論 OK 今天就六張圖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今天的單字 OK 所以今天一開始我介紹說 因為現在是夏天 要多喝水 這樣才不會中暑 所以中暑就是叫heat stroke 所以要怎麼避免中暑呢 就是stay hydrated 就是補充水分 然後要喝很多水 drink drink plenty of water number three phesaurus 就是同一字 phesaurus dictionary 字典 那我有給你們一個功課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可以去查 就是使用一個 用一個線上的phesaurus 去找哪些單字可以取代 bad delicious wonderful and interesting 那我再補充一個good 很多學生都用good 那除了good之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單字可以使用 OK 那去用一個phesaurus去找取代 bad delicious wonderful interesting and good OK 不然的話你的小學生的單字 就只有小學生的分數 所以盡量拓展你的單字 好 第六個單字是pun pun呢就是音式幽默 或者是語言上幽默的一個技巧 就是用雙關語或者是諧音pun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第2個還第3個圖 不是有個畫面是寫說 一個人他吃不完這個pie嗎 對這個pie 就是這個寫音pie OK word number 8 give birth 就是懷孕或生小孩 fit 這邊是講合適 適合 所以說這個T-shirt適合你嗎 does this T-shirt fit you number 10 prom 就是舞會 舞會的洋裝叫prom dress eleven pants 就是褲子 長褲 第12個單字是avocado 就是酪梨 那兩個男生 把他們自己穿得像酪梨一樣 thirteen creativity 就是創意力 OK 創意 fourteen biology 生物 earthworm earthworms 就是蚯蚓 sixteen dissecting 解剖 and number 17 is absent 就是缺席 OK I hope you've learned something today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your summer holidays have a nice vacation or work